发财树正名是Petriquatica 俗名是Malabarchesut 因此可以叫做马拉巴利瓜利 它的叶片与鹅掌藤有点相似 因此也叫鹅掌前多年生官业植物 耐寒区间10到12区 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 冬天温度比较低差不多 温度要控制在50度以上 地灾只能在热带地区 根据亚洲古代民间传说和风水大师的说法 发财树具有带来财务繁荣 和正能量的美好寓意 也被认为是一种招财净宝的象征 这种植物可以为家庭带来好运和财富 这也是为什么它得到 发财树这个名字的原因之一 它还寓意手掌抓财爱发财的意思喜欢好一头 因此又取名发财树而闻名天下 也就出现了发财树这个俗名 或是墨西哥幸运树 因此许多人将其放置在家中或办公室中 以带来好运和积极的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发财树成为热门的室内盆栽之一 室内盆栽人们多数是将树干编成辫子型 而不是单独的树干 发财树被编成辫子型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 辫子被视为幸运和长寿的象征 此外发财树的叶子和金都很茂密 编成辫子有助于使植物看起来更加美观 此外编织树干还可以帮助 发财树更好地保持形状和稳定性 因此又把它叫Bred Moitli 发财树原产地在中美洲 澳洲及太平洋一些岛屿属金奎科长绿植物 在原产地最高可以长到60英尺以上和20米左右 地灾只能在热带植物必须在10到11区才可以 其他较冷地区都只能室内盆栽 马拉巴里粒其实是长绿桥木树高8到15米 长状腹叶小叶5到7枚枝条多轮生 花大长达22.5厘米 花瓣条列花色有红白或淡黄色色泽艳丽 4到5月开花9到10月果树内有10到20粒种子 大粒形状不规则浅褐色 因为是Chessnate因此会生出像栗子一样的果实 也可以像栗子一样炒来吃 或是磨成粉状 不过如果是室内盆栽 就因为光照及土壤的限制不可能有果实 盆栽发财树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室内绿植 它能够为我们带来好运和财富 为了让它保持健康和美丽 下面是几个养护技巧 1.浇水 发财树比较耐旱但也需要适量的水分 在春夏秋季每两周浇水一次 在冬季则减少到每月浇水一次 最好是盆土干透了才开始浇水 发财树是浅根植物 不喜欢太多的水 要注意避免积水 以免导致根部腐烂造成黄叶和枯叶 平时可以给叶面喷洒适量的水 切记 2.光照 发财树喜欢明亮的阳光 但也需要避免暴晒 在春夏季可以放在室外的半阴处 而在冬季则应放在室内光线充足的位置 不喜欢暴晒也不喜欢太阴暗的角落 3.肥料 发财树需要适量的营养物质才能保持健康 在春季和夏季每两个月是一次适量的液肥即可 注意要按照肥料的使用说明进行使用 不可过量或过贫使用 以免造成植株伤害 切记 4.修剪 发财树的树枝比较柔软 容易变形 因此需要适当修剪来塑造树形 但不要过度修剪 以免影响发财树的健康 通过以上养护技巧 相信您可以让盆栽发财树 在家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发财树绿叶帽春夏秋冬 总不休 蓝天白云阳光照日日欢喜在家园 发财树吉祥 是财源滚滚 来布置 心想事成万事顺福禄授权幸福盼 如果你也喜欢发财树 那就一起分享吧 一键三连走一波 请点赞订阅关注加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支持